古人愛日光 歡迎大家來到一新美術本參加文化講座 今天講座的題目是古人愛日光 古人對天空充滿幻想 尤其關注白日的太陽 他們認為陽光影響天氣 天氣影響農業 農業影響民生 所以古人特別專順太陽 做出不少與太陽相關的流行藉品和工藝品 這次的講座就會探討這個傳統的太陽文化 講座開始之前請大家關了所有響鬧裝置 我們現在有請今天的講者 一新美術館重監楊春堂先生 多謝各位 我今天講的題目 就是太陽 個人都喜歡太陽 我們中國人 其實跟其他民族都一樣 當然這麼多年前 科技不發達 尤其是 我們的祖先看著天 摸不到的 只在天上見到雲 見到下雨 又下雨 又打風 但最重要 原來有個太陽 到了夜晚 看不到太陽 就看到月光 那月光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是什麽一回事 但沒有太陽 我們其實看不到月光 因為月光的光是誰給它的 是太陽給它的 所以陽光 所以陽光 古往今來 甚至未來未來都好 多遠都好 我們生存是靠什麽 靠陽光 沒有了陽光 有一個黑暗世界 你又見不到 我見不到 所以如果你們想保護文物 保護自己 最好是困在自己 困在自己的黑房 不見天一 我們保護文物 困在一個箱 沒有光的 因為光 對藝術品 就是我講的技術品 是很大的影響力 大家知道 陽光曬了 紙張已經淡色 又退色 甚至沒有了顏色 所以陽光 對我們來說 由外由行 我們不能夠沒有陽光 但如果陽光太多 也對我們有負面的影響 我們古人首先 沒有其他常識 就迷信一件事 我們有三種迷信 一種就是自然力量 自然力量 第一就是天體 不是裸體 是天體 天體最主要兩件事 太陽和月光 即是月球 所以首選 就是迷信於太陽 太陽和月球 根本是一個媽公仔 或者一個媽姊妹也好 或者一個爸爸一個兒子也好 成雙成對 第二種迷信的信仰對象 就是天體之外的自然力 例如什麼 風雷電雨 是吧 下雨 打雷 他不知道什麼回事 所以他聽到天打雷 不知什麼回事 有風的 有颱風暴風 所以他又相信這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物件 這個物件 即是物體 嚴格的物體 物體包括 我們現在迷信 一件很普通的石頭 我都拜他 但是古人來說 拜什麼 拜一個大山 拜一個河流 山川 這兩件事最重要 所以泰山 他覺得泰山是什麼 很重要 因為泰山在我們住的東邊 因此古人到達後來演變 我們走了之後 上不到天堂入地獄 去哪裡 就去泰山 泰山下面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地獄 所以地獄的字是怎麼寫的 浴字上面有個山 就是那個岳 所以東岳之下 就是我們中國人迷信的地獄 變成有道教思想的時候 中國人一走了之後 上天堂 每個都走去東岳 就是泰山 因此五岳裡面 就以泰山很重要 因為是我們死後 差不多大部分中國人的歸宿 雖然你犯罪 有誰沒有犯罪呢 都落去東岳 我們古人曾經想到怎樣呢 就說 這麼多中國人死了都走去東岳 東岳下面變了鬼滿之玩 逗留不了 就說 很擔心 這件事 這是一個迷信 那為什麼解決呢 佛教進來就幫你解決了 燒了遺體 燒了遺體 就變了 怎樣呢 就是不需要你走去東岳 可能煙燒雲散 這是另一個古人的迷信 我們看看 我剛才說這麼多東西 好像說故事 其實不是我說故事 因為我本身在讀美術史 都要拿些證據 騙你也要騙得80分 那麼 中國第一個太陽神 大概七千年前 七至八千年前 就在三峽的地區 長江三峽 找到一個石峽 大概有一米高 都挺高 這個太陽神 這個人頭 這個身體 上面一條直線 就對著太陽 到今時今日 就是說 這麼早之前 我們的祖先 已經崇拜太陽 是將太陽 怎樣呢 開始美人格化 只不過一個人 頂著太陽 這個是不是太陽神呢 有可能 是否七千年前的祖先 他自己的身體 上面有個太陽呢 我們不清楚 因為 我們找不到他聊天 但是呢 就是 他這個身體下面 有幾個圓圈 如果仔細看 這個人體下面 這是他的下體 是一個紅性 是一個藍士 這個藍的性器官 這裏 球體呢 學者認為什麼 是星球 就是金木水火土 金星木星 月球 這個第一件文物 是證明了我們古人 是崇拜太陽 那旁邊的幾個圖 就是 很簡單 但亦令你们很容易信服 就是这种花纹 其实就像太阳 一个圆圆光芒四射 这就是其他出土文物的图案和装饰 我们要找出这些图案和装饰 有什么原因呢? 我们不能说它是几何图文 我们现在设计几何图文 但以古人来说一定是写实 当然太阳这种光芒是否这样写实呢? 古人看上去天空 感觉到太阳的光有光云 云朗的云 感觉眼花摇脸散发一些光芒 这就是古人的观念 于是这种太阳文 就是由七八千年前一路衍生到今时今日 有些地区有些国家的旗号都是用太阳 都是这样的摄影 所以我们可以说全世界的人对太阳的形象 几乎差不多 只不过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 是第一个人看到这样的太阳 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经常提过的 浙江浙武道 浙江浙武道 现在呢 我希望大家呢 给点心思记一记 因为他现在呢 是七千年 那我们小学读书 甚至今时今日 很多老师同学呢 都有一个观念 以为中华文化是五千年 其实要改口 我们应该到七千年 不可以说我们五千年文化 我们是七千年文化 如果包括了刚才那个第一个太阳神呢 可以推到八千年 只不过和武道这个为止呢 为何我们决定他为我们暂时来的中华民族第一代的居屋呢 就是文化在他反身呢 因为他有房屋 他不是在山洞住 北京圆人花石那些住山洞 但是 何武道这个为止呢 见到祖先呢 已经有房屋的结构 有农产品的遗物 还有呢 它是一个农业的社会 为什么呢 它们的 种的稻米呢 不是野生稻 是自己培着出来的稻米 那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些 加速加琴呢 是自己养出来的 那这个才是农业社会的 那这个 《何武道》的遗物里面呢 有很多陶器 那其中呢 这件东西呢 就是一个陶仿轮 即是仿绩布 那粒陶器造的珠 那我不懂这个技术啦 那我只是在遗物里面 看到很多房轮很小的 但是这么小的房轮上面呢 你看到呢 那些猩猩 那些狗牙 那样 就是太阳 但是 如果你们投意呢 中间一个圆圈 这里有一个十字 十字文 你不要误会了 以为欧洲的十字 罗马帝国那些 不是 那个很厚的 七千年前 七千年前 我们祖先呢 就是在一个 陶仿轮上面呢 就做了一个花文了 那换句话说 我们很清楚知道 里面的花文就是太阳 那这些痴纹呢 就是太阳的光芒 中间这个十字型 在祖先的眼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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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它是什么 都是太阳 那当然 你们不要看 我看会瞎眼的 但是 他们看到的感觉 咦 是太阳 那你可以有故事说 那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符号 就是简单的十字代表名 不是加减乘除 不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而那十字呢 是我们古人心中的太阳 然后看旁边 然后看旁边 有神树呢 上面有十个太阳 那我每一天呢 由鸟呢 就将那个东边的太阳 那十个太阳 带去西方 那这个这样的神话呢 那我很多次都已经讲过了 就是已经在三星堆出土的神树啊 的文物呢 已经告诉我 就是不只是小说来的 不是写出来的 不是一部山海经画出来的 其实在三四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已经是用物件演绎出来 这件事很重要 那就是说呢 在他们心目中呢 就是 鸟、飞鸟和太阳呢 是马公仔 由鸟带太阳呢 由东走去西 那这个是古人的观念 那所以呢 一路以来呢 鸟是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太阳 那在河武道七千年这个文化里面 比三星堆更早 三星堆那个呢 就是三四千年而已 是商朝后代 就是商朝的后末期 但是这个七千年前哦 那这个骨 上面黑了一个圆 然后两只鸟抱住它 就是商鸟抱住的羊 抱住的太阳 那这个又是一个证据 就是说鸟和太阳呢 是很有密切关系的 鸟等于太阳 太阳等于鸟 那我讲过呢 就是说 在山海 在其他的古代文献里面 就是 代表太阳那只鸟呢 叫鸟鸟 这个鸟鸟叫三足鸟 三足鸟的意思呢 第三只鸟呢 就是那个红性的器官 所以呢 太阳鸟呢 是红性来的 不是痴性来的 那如果 有些人研究 方言啊 文学作品啊 在北方来讲呢 如果说 通俗一些鸟 就代表什么 男的性器官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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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直率的讲啊 譬如看小说 正一呆鸟 痴呆呆呆 其实是有些色情的成份的 就是说 那个性器官呢 不会弱 是骂人的 是吧 大家明白这件事了 所以一路以来呢 鸟呢 就是红性 亦都是 坊间 以鸟呢 代表了 男性的性器官 这个在色情方面呢 用很多 很多的了 包括那些发音不同 各方面不同 那样 因为录影我不敢再讲 那 我们再看多一个 例子 刚才 双鸟抱着太阳 就是这个了 那这件呢 又是何武道找到的 一个骨 那如果一幅图拿出来呢 就怎样呢 就 那个形式是不同的 它又背着太阳 两只鸟 背着太阳 那当然 为什么用鸟呢 如果你用一个逻辑去看呢 古人觉得 那太阳为什么会移动呢 是不是它自己移动呢 就是它移动啊 他们认为呢 当然有一件事要帮它 那发觉天洞呢 唯一可以帮它 就是非鸟 它自己背着太阳 它自己背着太阳 帮不了它 天洞中很不同的鸟 它也都不懂分 这只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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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分不了 总之非鸟就可以帮太阳去移动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还有没有证据呢 这件鸟鸟 这是非鸟来的 中间是什么 这个是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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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鸟鸟 这个是鸟鸟 那太阳的光芒 几粒粒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只角 所以 在我们中华民族心目中 除了十字之外 代表了太阳就是什么 八角星 八只角 那如果你 我刚才没什么机会数 或者你心对清 国民党之旗 太阳 多少只角 不知道九华星 只有八只角 八只角 就是 几千年前 失色的时代 代表了太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角 不要骗你们 不是我画出来的 几千年前 再看看中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像个井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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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太阳这个符号 在我们古人的心目中 不是只有一个 如果用几何线条去代表 八角星 井字的八角星 十字文 是吧 这些都是我们古人心目中的太阳 是不需要画一个圆圈出来的 他就知道这些就是太阳 如果你熟悉这种中国古代的符号 今时今日都可以认同 如果你要设计师 你说我现在周身太阳 你不需要画太阳出来 你参考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中华文化是很丰富 简单单几个笔画 可以写一篇博士伦文 这些是不得了的 这些东西 在四川成都 金沙这个地方 你去成都 这是市中心来的 但我自己没去过 三星堆更远一点 在金沙的位置里面 是商代晚期 和三星堆这么长时间 是属于四川的古文化 是出到一个金箔金片 是金来的 是黄金来的 那你见到 就是这个太阳的光芒 是一个太阳轮 轮船的轮 是这样顺时针行的 古人心目中的太阳是移动的 好像车轮那样移动的 上面这些位置 如果细心印出来 这些东西呢 就是四个孔 孔就是很未来的名字 其实四个鸟 即太阳鸟 是包围着这个太阳轮 这些东西的太阳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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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到了商代晚期 古人已经衍生了 另一个观念 就是由一种普通的鸟 全中国 我不知道我没有说错 最常见的鸟 古人最常见用的鸟的图案就是什么 胡亚 黑鸟 所以说商朝的祖先 就是圆鸟 圆鸟的圆 就是黑色的鸟 生的出来 那你说 中国大地上最多的黑色的鸟 就是胡亚 你不喜欢叫胡亚 你喜欢叫就叫起着 胡亚 胡亚呢 香港也很多 鬼杀那么吵 那这种鸟 古人到后期 神化了它 就叫做什么 缝 怎样叫缝 缝 因为鸟在天空中会叫 那种叫声 就好像我们现在听的风声 所以为什么叫缝 缝和缝 缝和缝 同音 对不对 写出来都是那个部首 所以你现在明白 怎么叫缝 其实是缝 风的意思 那这个缝 来自什么 来自烏鸟 如果用科学角度 解释 哪有烏鸟 空气流动 古人没有这个观念 古人认为天空中的风声就是来自个缝 缝 缝的叫声 是好东西 你不当它好 就当然是烏鸟叫声 吵乱巴闭 你当它好 好的东西 就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 那这件呢 就是另一样东西 证明了 古人很珍惜 缝 是代表太阳 缝和太阳 就联成一气 那变了 很多朋友 有个观念 以为 龙凤 龙凤 龙是什么 红 凤是阴 就是痴性 其实不是 龙不一定代表太阳 而缝 就一定代表太阳 这是新社时代的彩图文化 这些图器碎片 是画了飞料 看另外这边图 三只脚 是吧 三足料 就是尽料 也是画了在图器上面 那不是文字讲出来的 当然几千年前是没有文字的 不过 它是用图画演绎出来的 后来呢 将这些图画用文字解释给我们 那我们慢慢看了 最先 是很写实的 一个鸟头 我们一直找 几千年的彩图 都是画这些图案的 由这个写实 变了半写实 跟着看到 就是一只鸟的眼睛 看不到身体 一路下去 这些图点 你以为是什么 青苔呀 蒲公英呀 花朵呀 其实不是 是鸟的眼睛 一路这样下 这些其实是鸟的眼睛 到现在呢 很多人 都不会以为是一个花圆的花 不像是鸟 是吧 那我们再看这里的演绎 三足鸟 非鸟 这些图点 变成了这样 然后好像有一个月光在上面 太阳在这里 一路下 你以为这个月光 这个太阳 那这个几何文 一路到这里 你不知道 原来这种图案 这种图案 是那种图案 是那种图案 那种图案 那种图案 是那种图案 是那种图案 那如果 你用一个彩图去演绎它 这个原来是图案 这个图案 这种图案 这是图案 这个图案 这是图案 这是图案 这个图案 这种图案 这个图案 很多人以为是花围文 其实不是图案 落到這裏 完全抽象 所以我們看到 彩圖文化上面的流行花文 其中一件事 就是料 到有千多兩千 一路由寫實變成半寫實 到最後抽象 如何到最抽象呢? 懶惰 寫實很難的 師傅慢慢教 教一教都忘記了這隻是物料 那就隨便畫 我們現在就開始 有這麼多出土文物 就找回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如果你去到古東譜 或者博物館 看到一些抽象的彩圖 新社時代的彩圖文化 你不要認為它是幾何文 早期我們不懂得以為是幾何文 等於我經常覺得很多朋友 年輕人、學生都好 就走捷徑 不寫實、不寫生 就走去寫什麼? 抽象 這樣東西是不踏實的 我們祖先不是一開始寫抽象畫的 你寫得好抽象畫 一定要寫得好 寫實畫 你連一個人體的比例都不懂的時候 你如何將人體抽象畫 令人看出來是像一個人體 你看到我們的祖先 這種圖案化很美麗 今時今日未必很多人做得到 幾千年前我們祖先的無名英雄可以做出來 是普通老百姓做出來的 竟然畫到這麼漂亮的圖案 就是這樣看下去 你不知道就以為好像水波紋一樣 早期幾十年前說它是水波紋 我們發現原來錯了 這些可能是腳 就是捉的鳥的爪 是吧 這一點點就是眼睛 是吧 這些你感覺到好像飛行的鳥一樣 全部都是料來的 你可以看到這些是日常用品來的 幾乎將料放上去 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是很喜歡的人 為什麼喜歡的呢 它帶給你陽光 如果後來道教是陽氣 陽氣代表生氣 尤其是如果你是耕種的話 沒有陽光怎麼辦 所以蒙古族 包括內蒙古 蒙古族最流行兩種顏色 是哪兩種顏色 蒙古包 還有呢 藍色和白色 為什麼 藍色天空 白色呢 又是天空 現在看出去白雲 藍是代表太陽的天空 對嗎 藍色嘛 夜晚天空基本上不是藍色 這就沒有爭辯了 藍天 白雲 是吧 沒有藍天 就沒有陽光 那你那些草原呢 沒有陽光就不得了 沒有草原呢 那些羊哪有食物 是吧 好了 蒙古人會不會湯一隻羊去吃呢 你現在當然吃了 清湯羊腩包不知道多好 但是古代那隻羊是什麼 很寶貴的 他們吃什麼 羊奶 羊奶是什麼顏色的 白色 所以你看到我們中國周圍的少數民族 它的最喜愛的顏色 白 我們康族怎樣養我大呀 寶親的奶水 任何動物包括我們自己中國人 都是吃奶水長大的 奶水就是生命之源 因此我們是純相白色 只不過你漢族人還有很複雜的觀念 但是小數民族比較單純些 所以它純拜的東西就是兩種食物 一種就是奶 就是白色 另一種就是陽光帶給它的農產品 包括了最基本的草原 包括了最基本的草原 它當然不是吃草 羊去吃草 馬去吃草 那這一群 那這一群呢 全部原來是鳥文 不是花圍文 另一樣東西 不是鳥啊 是魚啊 也是采圖文化 常見的花文 魚 人頭鳥身 這條魚啊 人頭鳥身 這是一種圖騰 圖騰的意思就是 當時這條地區的民族 信祂的祖先 是由魚 衍生出來的 我們中國人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觀念 萬物有靈 你知道為什麼嗎? 所有東西都有靈性 萬物有靈 你坐椅子也有靈性 你不要破壞它 你破壞它 它受傷 你也受傷 對不對 你家裏 放椅子擺了 它不高興 你坐上去 你自己坐得不舒服 所以不要說 以為一件死物 是沒有靈性 都有靈性 這個觀念令我們產生 原來掃把有掃把精 畫有畫絲 全部都有靈氣 如果你信這件事 你是環保人士 所以我們中華民族最環保的 不要罵我們 我們是最環保的 每一件東西 包括有感情 沒有感情都好 都是有生命的 我們要保護它 保護不得其發 它就變成了邪 正邪的邪 變成妖 變成魔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仙 神仙的仙 如果你走火入魔 你會變成妖怪 如果你是妖怪 你得到可以升仙 善可以變惡 惡可以變成善 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智慧 歸根究底就是道教提倡出來 但是其實 就是我們中華人的核心價值 和文化 所以不要說 我是大富大貴的 一生大富大貴 不是的 一定有變數 你做得不好有變數 所以萬物有靈 因此一個地方就信鳥是祖先 一個地方就信魚是祖先 為什麽? 魚在水裏面游 我們祖先不可以在水裏面生存 他覺得魚很有靈氣 因此他拜魚 他將自己化身成一條魚 可以在水裏面游來游去 這是他用圖畫去演繹自己的希望 那些呢 你說龜也可以 魚也可以 這是很清楚的 這是魚 由一條魚 可以變成雙魚 這是很出色的圖案 很清楚看到 一個三角形的演繹出來 慢慢地 慢慢地 好像你的圖案 抽象化了 變成這樣 再看多些圖案 不要看這隻鹿 這不是魚 大家都知道 變成這樣 這些網格文 我們最初以為是網 其實是什麽? 魚鱗 魚的鱗 是吧? 魚 其實是魚 是魚 我們要看了 一條魚 另一條魚 這個魚頭 是魚頭 那它變成了怎樣? 這個複號 是一個這樣的複號 靠叉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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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魚的複號 一條魚 一個魚嘴對著魚嘴 是絕紋的 不過不說眼睛出來 這個複號 一個靠叉複號 十字複號 代表太陽 靠叉複號 代表魚 魚是代表什麼? 陰陽 雌雄 代表雌性 因為魚 產卵最多 在水裡 水是屬陰的 所以 是對立的 如果你再人生下去 就是太陽 代表羊 魚代表陰 就是一藍一雷 簡單 一個幾何文 十字就是太陽 一個靠叉 就是魚 這個靠叉 有些人將它美化了什麼? 這裏有一條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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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條魚? 我都告訴你 一、二、三、四 為何都呆了? 這裏有獄 是 五條魚 所以交叉纹属于五条鱼 如果我把这条线变成这样的符号 这个符号原来又是鱼 一路连下去,鱼鱼鱼鱼,是不是又是鱼啊? 灵形又是鱼 是不是博士论文呢? 灵形、交叉文、十字文、八角星 几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符号 很多人都不明白 几千年了 祖先的智慧不得了 这么简单,将他的希望写出来 万物有灵,都是靠这些符号 阴阳交叉,生生不息 就是靠这些符号 摆在他的日常用品里面 不需要写实或一条条鱼出来 就是用符号表达出来 这是结出的艺术 今时今日,我们不读古代文化 是中国历史另一个写照 是很有趣的 如果我们把符号告诉小朋友 我相信他们不会睡着觉 我们要看另一个符号 又是新社区时代 这个位置,是不是像一个人一样 这个头部,两只手,两只脚,这个身体 好像这里 但是我们发现在新社区时代 写人体是甚少的 不是没有,是甚少的 反而呢 这种形象是比较多 这种形象,你说他人也可以 好像在跳舞的人 但是呢 我们后来越来越多的例子 看到他不是写人 写蛙 蛙和鱼 都是代表陰 代表痴性 蛙 肚大,腹大便便 好像妇女怀人 鱼也一样 那些鱼春很多 蛙一样 所以他不是代表阳光之气 还有呢,蛙比鱼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 两棲动物 鱼 天空飞 但是它可以着陆 鱼都是两棲 它更厉害 因为它是天 鱼不能在陆上游 它是单棲 但是古人对两棲动物情有独钟 包括 青蛙 蛇 鱼 龟 所以古人是拜这些动物的 两棲动物 而我们将这些两棲动物 加上天空的飞鱼幻化成一条龙 三棲动物 这是中华文化另一个符号 不得了 外国人认为龙是魔龙 我们的龙是神龙 古代文化神话里面有一个叫神龙氏 龙夫的龙 神龙氏 另一个说法 他是一个皇帝 他这个皇帝呢 叫做炎帝 炎帝信什么?就是太阳 所以在那个名词上也告诉我们 神龙氏是主理龙间的 他都拜什么?拜太阳 这位皇帝也说是太阳 我们另一个说法是皇帝子孙 我们另一个说法是皇帝子孙 皇帝子孙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皇就写这个皇 这个皇就是白日的皇 白日的皇就是太阳 所以皇帝信也信太阳 崇拜太阳 也代表了太阳 神龙氏也象征了太阳 这个就是为什么古人 用种种方法 是举了太阳出来 就是说 你要保佑我们 没有太阳 我们生存不下去 我是靠你的 白日见太阳 夜晚就见月光 所以他崇拜太阳 我们中国人也崇拜月光 因为太阳和月光 我们的阴力是根据月光的混能 阳力是根据太阳混能 但是我们古人用阴力 就是根据月球 你根据音力的通性 也影响我们的农作业 我们古人叹重 就是看月光的混合 是两种观念 但是两种观念 是殊途同归 我们回看这个青蛙 这样就变成了,你告诉他乱画也行 青蛙的爪,变成了这样 竟然变成这样,好像用英文所说的色彩 这种曲折文不是抽象,是青蛙 信不信由你 现在我又介绍另一种中国符号,曲折文 就是青蛙 你们现在看到青蛙,喜欢吗?卡通人当然喜欢 但是青蛙有些叫蝉蜥,蝉蜥是毒蛙 煮一只田鸡腿,你当然喜欢 煮一只大黑蛙给你吃不吃 我曾经去内地,那些馆长很抬高我,煮一只大黑蛙给我吃 嚇到我,很大只,是上架菜来的,我都不敢吃 原来蛙,原来蛙是很滋宝的 这个古人已经对蛙的重要性奠定了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关于蛙 全部是蛙 曲折文 曲折文 其实是蛙那只前知后知,竟然出了一个纳粹党文 出现了佛教的图案 信不信? 四、五千年前就有纳粹党 佛教都是二千年而已 极其量给多五百年,二千五百 但是中国人一早就教出了这个符号 这符号是什么?蛙那只脚,前肢一直纠缠 这个是抽象化的蛙的肢体 所以当考古人员发掘了这种图案,吓了一跳 哇!为何我们中国人几千年前已经有这样的图案 它代表什么? 当然不是纳粹,也不是佛教 为何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呢? 于是就由这种图案的进化去找出答案 就一直这样找出 由这个色色色色一路变种 一路变成这种回文 你们现在经常见这种回文 这种回文呢 用回教的回 在有一些人的心目中是属于什么? 中亚伊朗伊斯兰文化传入的图案 竟然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而很多朋友忘记了原来我们祖先已经用了这种所谓的回文 是表示什么?神圣的蛙 而后来我们看到什么叫回文呢? 除了它的来源来自中亚伊斯兰文化之外 回就是寻回不息 就是生生不息 是另一种演绎的原因 但原来最早的演绎是代表神话 神话代表什么? 亦都是生生不息 因为它多产 古人一定要有生产 没有生产 绝种 所以观念其实是一样 不过想的方法是不同 全部都告诉你们 这里有很多只蛙 鸭枝 做一个人 在咆唤的咆唤 不画出来就这样 你有一样 恶意 第二天,如果你跟朋友聊天 原来这个后来的中文叫《万字图案》 《万字图案》 《万字图案》 这个后来演绎的就是唐代时候演绎出来的 即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释 但你可以牙策地告诉他们 这两个符号,几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做出来了 不是佛教专有 也不是德国纳粹党发明出来的 几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发明 是一个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 而深入来说,这个符号的代表,阴阳的阴 亦都可以代表天空的月,球的月 鸟代表太阳,代表日 鱼和花代表月 那我们再深入呢,就是 就是 这个是玉器来的 玉器上面,一只鸟 这个是鸟模 鸟模的形象 我们在双周很多玉器的配色 都是黑了鸟的 这个鸟大家 如果信他们是太阳的崇拜 这个意思呢,不是某无缘,或者鸟想飞 就是说它代表太阳 这个是一个汉代的画像砖 画像砖,意思是在墙上面 黑了一些花纹 塔印出来 这个呢,就是一只拐掌 上面呢,就是一只鸟来的 这只拐掌呢 这个是一只拐掌 是一只拐掌 小米花logo 点击掌 那些拐掌 这些拐掌 你再看 这个是拐掌 混像似伯格的样子 这些混像在古书上 这些古书是汉代最流行的 就是说皇帝政府 我们现在颁法 童子经啊 什么啊 敬佬啊 以前政府皇帝敬佬 就被一支拐掌 怎么知道拐掌上面 就插着一个铜器的料头 或者后来有鱼器 鱼器就变贵了 那些人说 为什么这种像 上面的鱼 就叫做 鱼鱼呢 就因为它是 不热 这意思呢 不会捉到 不会捆到 老人家容易捆到 因此 皇帝 高官 为了敬佬 给了一个礼品 给老人家 就给一支拐掌 大家理解 给一支拐掌 帮他行动 上面插着一个鸟的身体 或者鸟头 这个鸟头叫做 鱼 因为这种鸟 这种鸟 是不会捉到的 其实是骗你的 是美化了这种鸟 很简单 就是给一支太阳鸟 忘记了这些 这些是书上面穿坐扶回的 那个鸟头 那个鸟身 就是代表太阳 希望你老人家 有阳气 得到太阳的庇任 继续生活下去 这种鸟头 这种鸟头 又看清楚这种鸟鱼了 这种鸟头 这几眼灯 看着是出土文明的灯 这个是灯盏 下面是一只禅锤 上面这个位置也看不清楚 是一只兔子 这个位置是一只兔子 这里清楚是一只鸟 鸟的身体窝了下去,是一个盘,就是灯盏 即是你怎么游灯 你见到,倾眼灯由三只动物组成的 蝎翠、鸟、鸟 蝎翠代表阴阳的阴 蝎翠、鸟、鸟,也是月光,也是阴 天空的太阳,就是日月共鸣 即在家里面,什么都光都有 不用开电灯,日头有光,夜晚有光 这一样,大蝎翠,五盏油灯,五支灯 在背部伸出来,金木碎火土,五支灯,这个大蝎翠 最有趣的是那幅线图 这只烏龟,这个是蝎翠,蝎翠两只眼睛很凶 蝎翠,蝎翠两只眼睛很凶 三足鸟,你看不到第三只鸟,但这个是太阳鸟 大灯燈,两个人托着,骑着动物头 中间有一个神仙,神仙下面有一只动物 猫 九尾湖是神仙 最重要的是西黄帽 最重要的是西黄帽 西黄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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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说道教的始源来自西黄帽 后来那些人乱写的是黄帽娘娘 其实他不是黄帽娘娘 黄帽娘娘是玉皇大帝的皇后 西黄帽就是住在昆仑山上面有不死之弱的大神仙 他代表西方的神,他的丈夫就是东黄公 在东面,东面属于阳,西面属于阴 所以一东一西,两边都是我们神仙之境 因此我们祖先向西爬山,去找西黄帽 如果不是,就坐船出海,去找东黄公 那坐船出海就是去到日本,去了琉球 如果不是,就上昆仑山 在古书记载,西黄帽虽然住在一个大山区 就叫昆仑山,但实际上就在香港岛里面的湾仔 这个湾仔叫什么?叫龟山 所以西黄帽就是住于龟山之上 所以叫烏龟 西黄帽的天下,他的世界有几种动物 包括九尾湾,包括九尾湖,包括猴子,包括什么? 他的兔子 全部是他的宠物 所以你看到这些宠物,就知道他的主人家就是西黄帽 这一盏简单的灯,是表示什么? 天上,人间 天上就有金污,就是三竹 天空之下,是住了一个很伟大的女神,就是西黄帽 西黄帽是流于人间,在龟山之上 而他周围的保护他的动物,施展他的法力的动物 就有狗尾湖有猴子 不过你都看不到那只兔子 这个就是汉朝人的神仙世界 这个是汉朝人的白画 《湖南马王堆的不负女诗》 大家都听过了,是一件出土的文物很重要 就是说在布白上的一幅画,是一幅装品 他竟然可以保存到,他连尸体也保存到 所以这个白画就保存到 这个白画呢 太阳在这里,太阳上面有个金污 就是一只三竹 月光在这里,残缺了 月光上面有一只蜆锤 就是说很清楚告诉我 就是古人观念 蜆锤就是太阳的象征 蜆锤就是月的象征 那个不负女诗就是这里 女主人这里,她的仆人这里 这个天上,这个人间,这个地府 这就是白画的演绎了 看潮另一个出土文物很清楚告诉我们 你听,日月两个神,在一个砖头上里面 太阳鸟,这个是非鸟 非鸟,这个是什么头? 人手,人头 鸟身,它的腹部就是一个太阳 为什么知道是太阳? 因为腹部是雕塑了一只非鸟 这就是金污太阳鸟 同样 人手,鸟身 一个圆圈,这个是月光 因为上面呢 一只大甲拐,蜆锤在这里 还有棵树在这里 这是汉朝 2000年 日月都在这里 有哪个香港大学的毕业同学? 怕丑啊? 原来香港大学那么失理你们啊? 不敢认啊? 我都不想认啊 不过我经常公开说 我香港大学毕业生 一个都没有? 你是? 有没有留意我们香港大学的校费怎么写的? 明德格物的名字怎么写的? 当我20年前做香港大学的历史展纜 我才留意到 我们所谓明德格物明德格物很伟大 对了,以为 做出来发觉我做错了 他的名字是这样写的 目自作个月 目自作个月 到后来我们大家知道了 明字应该是这样写的 以为应该是这样写的 其实你们写错了 这个才是政治 是这样写的 为什么由这里变成这里呢? 你们自作聪明 以为日月就明了 对吧? 有日有月就光晒了,光明了 合情合理 但是古人不是这么想的 这个目字是代表什么? 在看毅的时候写的名字是用木 到唐以后就日月多了 到今时今日就日月 原来这个字呢 在看毅前的名月 都是光的 那你知道了 以后呢 你叫毅明也好 国明也好 大明也好 少明也好 你的名字呢 只是月光的 不包括太阳光的 那严格来说 因为没有太阳光 你便有月光 所以在字上 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分别 但是这个分别呢 骨子里的含义 都是一样东西 都是要光明 这个光明呢 就是我们古人祖先 就是要追求的 所以在汉代 在陪葬品 它都要有日月神 那为什么是人手了身呢 很简单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祖先希望有了的能力 有刺旁 非常甜 其实 这一对人手了身的男女 是有名的 她的名叫什么 千秋万岁 所以她放在日月神里面 很通俗地想 一个叫千秋 一个叫万岁 就是什么 长命百岁 有个原因 不是就这样做 人手了身 又是博士伦伦 所以 人家说千秋万岁 你便说过 或者鸟出来 人手鸟身 这个就是千秋万岁 她说你古古怪怪 画些鬼怪 不是 这个就是千秋万岁 想不想长命百岁 所以在古代的武藏里面 我们经常见到 就是人手了身的陪藏涌 中国西南地方小庄民族很喜欢打这些铜鼓 这些铜鼓不是坐地好像这样打的 是吊起来打的 所以你不要错觉 这位就这样打 拿一条银 吊起它 在旁边打 那这个铜鼓上面 中间是一个太阳文 虽然你看得不清楚 你感觉是一个太阳文 一个圆圆 有齿文 有光芒 这些呢 就是小蛙 大蛙 富小蛙 就是青蛙 一只 妈妈 背着她的儿子 那就是说 少数民族 在她重要的日常的 信物 或者祭器 她都黑太阳文 太阳在中间 太阳文旁边 就是很多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 就是我们博物馆的管辉的符号 就是那些长云 太阳旁边有很多长云 长云上面 就是立体的青蛙 立体的青蛙 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 陰性 有阳有阴 所以不光是汉族人的观念 全中国有这个观念 大家都信日月 那才是中华文族 永不亡族 如果每个地区的信仰不同 和习惯不同 就会分裂 所以四大文明古国 只是独存我们中国 因为我们 这么大的地方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人 都是什么 炸筷子 所以如果你们全中国 把刀叉 就不得了 你明白吗 所以日本人要拿筷子 由唐朝开始学中国 东南亚人学中国 因为中国的文化对他们来说 是先进的 到后来我们周边的地区 就是我不提名了 他要入我们中国了 他就要学我们中国的东西 要了解中国的东西 然后包围了我们中国 所以他们 懂得写汉字 懂得看我们的古书 到今时今日 我很大胆地说 我们周邻近的地区 已经开始去汉化 其实他们犯大错误 我不是说我们大中国主义 他们去汉化就变了拉丁化 把名字变了ABCDE 我们几十年前 我们中国政府曾经 将汉字拉丁化 我买过《人民日报》 全本东西是字母来的 是拼音字母来的 你们没看过 我七十年代买过来看 我不知道怎么看 因为他的观念 当时还是摸索戒 他希望拉丁化用字母 就是全世界通行国际化 是急于求尽 是吧 但是不通 这件事 到了今时今日 其他地区 都有一个这样的观念 是想离开中国文化的影子 小畅民族 云南、贵州 在古时代的中国 是我们汉族人的敌人 但是到今时今日 已经是五族共和 蒙古人都是我们中国人 城吉四汉也是我们中国人 这一点 在几百年前 欧洲人士 对城吉四汉这个蒙古的军队 他不是说蒙古军队 是来自东方的中国 当时当然不是叫中国 中国这个名字 什么时候建立 即是外国人 十九世纪中期 所以十九世纪中期之前 我们只是说清国 明朝 唐朝 中国这个观念 不是等于现在的中国 中国的观念 是等于什么 中国的地方里面的中间位 就是中国 所以你们要小心这个用词 亚当 亚当是什么东西呢 好 好 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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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當呢,如果翻櫃,它叫做tile end,最後那點 那就是哪裏呢?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阿當,封了口,讓水落到這裏封住它,所以叫做阿當 出土很多古代的阿當,很早二、三千年已經有阿當 到今時今日,當然我們少見,很少用啞 但在新界有阿當,去日本有很多阿當 阿當上面也代表很多中國圖案的特色 其中有些阿當,好像這個,輻射紋,其實是太陽 太陽,全部都是太陽紋,不是幾岸紋,代表太陽 後來的學者就認為這一種花紋叫攜紋,攜線的攜 我個人覺得,這種所謂的攜紋是由太陽紋演繹出來的 只不過它將那條線彎曲了它 就給人感覺它像一朵花,植物的意思 這個是錯覺來的 它代表什麼?富貴的季,一個鞋陰 但這種富貴的季字這個觀念,這麼早是沒有的 我亦都不相信古人去到漢朝或者更早的時候 將個攜放在屋頂上面 放在屋頂上面應該是屬於最崇高地位的太陽 這個是雲紋,這是最普遍的 中間一個圓圈應該是太陽 這些就像一個如意紋一樣 所以現在的學者就將它描寫為長雲,是雲紋 我覺得雲紋也好,攜紋也好,都是來自太陽 都是高高上上擺上去 不過因為這種雲紋,演繹上好像吉祥如意這種雲 是比老百姓的感染力更深,就是一條直線 這種如意紋最好,吉祥如意 到今時今日,這種如意紋大行其道 到現在你已經看到這種如意紋 原來它是用雲演繹出來 為什麼用雲代表如意?雲是千變萬化的 龍就由雲變出來,鳳就由風聲變出來 所以你看上天空,哎呀,像一條龍 就說它是龍 所以雲就是龍,風就是鳳 所以雲可以變幻莫測,是很重要的 所以長雲是吉祥 雲可以如你所願,做出你希望的形象 所以不要小看長雲 我們博物館的管輝,我們用兩朵長雲組成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石灣 在南中國,尤其是廣州一帶,石灣陶器 就最流行,就放在屋頂上 一個日神,一個月神 歷史很近,這兩件東西幾十年前做的 石灣師傅做的,他用一個很寫實的手法做出來 我們看到,日月這個信仰 用工藝品演繹出來很多例子 生活用品上面的圖案,很多新世紀時代已經有 除了在物件上面,有這種信仰之外 我說過萬物有靈,你吃的東西都有靈 古人認為,不只是你看到的東西,你吃的東西都有靈 這種靈氣,你能夠符合這個天道 天這種靈氣,你自然如意吉祥 好了 最簡單的一件事,我們的祖先 幾乎將所有食物都做到圓形的 我有沒有說錯? 所以月餅一定是圓的,沒有四方的 吃的四方月餅那個不是月餅來的 六合更加錯,不過六合難做,所以餅店不做 最容易做四方月餅 四方月餅的月光是四方的嗎? 月光是圓的 我們早期 有些朋友聽過 我介紹過 《盆古初開》 《盆古初開》 就是好像我們去博物館看大自然的地球演變出來 好像爆炸一樣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盆古初開》 那些氣體澎湃 這叫《盆古初開》 我們中國人都說的叫《盆古初開》 《盆古初開》 是一堆氣體 《盆古初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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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极分开一半 一个阴 一个阳 一个加 一个减 一加 一减 一阳 一阴 才有交回 交合 才有一生二 二生三 才生出万物 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 没有男 没有女 哪可以有下一代 植物 动物 都有 没有家 没有打 没有減 你哪有田历呢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已经是几千年前祖先想出来的科学 是非常科学 它更加比其他世界民族更先进 因为它认为一阴一阳里面 是这样的 这个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正式符号 就是一个太极 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如果你顺阳的话 你顺阳的话 你就女人形 所以做人要 我是男人 要阳中带阴 你是女人 要阴中带阳 你顺阴 顺阳 你要带男人带女人 不成气候 这个就是古人的智慧 为什么一个白钟带一点黑 黑钟带一点白 不是将一个圆圈剖开 两边这么简单 全世界没有这种智慧 如果你要懂得去做人 根据这个太极去做人 如果你太阴柔的话 你没有决断力 你太阳光气 你就得罪人 很简单 所以这个太极可以演绎八千万个道理 给你们做人处事 始终它的符合是什么 是一个圆圈 既然这个圆圈是代表太极 是代表阴阳 我吞了它 就是你阳生 吞了太阳 吞了月光 哇 这就是补气 阴阳气都有 所以古人发明了面粉 将面粉变成圆的面饼 饼是圆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 由 早期二、三千年春秋战国 由这个混沌 变成食物 因此 我们离开了三点水 就加个食肢膀给它了 就是云吞 所以云吞 就是一个 没有馅料的面饼 圆的面饼 是圆的 这种圆的云吞 其实好像薄饼 蚊型的披萨 就一直吃到唐朝 日本人来到中国 看到云吞原来这么有灵气 万物有灵 连块饼皮都有灵气 他就带了去日本 带了去日本 带了去日本之后 他就觉得 咦? 就别圆了 不如我说 变一下样子 就把鱼圆的云吞 就切碎了 可能他穷了 没有那么多面粉 变成了一条条面条 一条条面条 它们叫做什么名字呢? 叫做乌冬 所以当你吃乌冬的时候 它的原创物就是我们中国的云吞 所以日本人很厉害 所以乌冬就是云吞 一个变阴 日本人现在经常吃鱼生 唐朝人已经吃鱼生 不过他没有海鱼 长江 留力黄河立的客人是淡水鱼 在长安当然吃淡水鱼 他们已经用淡水切片 加了姜 加了酱料 就这样生吃鱼生 日本人将这种鱼生的习惯 这种食材 食的方法大在日本 只不过在我们中国 在唐代流行 而在唐代一路演变到宋代 宋代我们的饮食业最发达的时候 但是很不幸宋朝的角力很弱 不少北方人一路走难到南方 到南方将这种鱼生的习惯 带到南方 就是我们广东人吃的脆肉还鱼 就是这个意思 圆饼代表太阳 我们叫做云吞 日本人走去地带地方 都将它改良变成乌冬 而我们中国人何时有面条吃呢? 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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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圆代 将这些麦粉做的面饼 切了一条条 长寿面 是圆代开始 什么时候在云吞上面加馅料呢? 就是宋朝 宋朝饮食发达 发觉 没有馅没有性 只加些酱油 要变化 所以加了馅料 我说了圆的面饼 圆的云吞 是太阳 到了年三十晚 我们不是吃圆的面饼 我们不是吃云吞 我们懂什么? 饺子 饺子 饺子是半月形 年三十晚是没有月光的 很厉害 你年三十晚 主力是吃饺子 所以北方人是吃饺子 将圆的饼 包住皮 就变成半月了 应景 这个叫应景 但是你说去超级市场 看到很多 汤圆 由什么一回事呢? 我们什么时候吃汤圆? 汤圆其实都是云吞的一种变种 汤圆是圆的 只不过它不是一个扁平的面饼 它是比较立体的圆的波 那北方人呢 普通话就是丸子 在汉代佛教传入来中国 汉明帝信佛教 他觉得佛教这种信仰 对中国大地非常有帮助 而佛光普照大地 佛光如何普照大地? 就是靠阳光 因此 汉明帝 攀令 在一年里面第一个月光 圆灯的月光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要 崇拜佛学 就是吃丸子 所以 正月十五我们吃的汤圆 是来自佛教的 很多朋友不记得的 而这个汤圆 是象征太阳 所以正月十五就来了 吃多点汤圆 吃多点汤圆 另一个时节 我们要吃汤圆是什么时候? 冬至 冬至就是冬天的极至 就是太阳光最少的日子 是阴气最重的时间 亦都可以说 阴气之志 就等于阳气张志 所以过了冬至 阳光就走出来了 我们是一年下 我们的阳气越来越多了 因此在古代的冬民 是很重视冬至 冬至 阴气最少 什么都做不到 当有阳光出来 就开始计划冬间 所以冬至那个时刻,我们吃汤圆,那个汤圆又代表什么?太阳 这个汤圆什么时候代表月光?就是你的年三十万 这个是后话,这年三十万,你整家人团圆,聚在一起 所以原则上,根据信仰是吃饺子 但另一方面,大包围,又吃饺子,又吃完的汤圆,日月齐江 什么都被你拿了,所以超级市场就很生意了 但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由北宋南宋一路走烂到广东,这些是北方人 到今时今日,这些大量的北方难民,我们叫做客家人 如果不叫客家人,就流落于广东不同的远城里面的外省人,包括我一样 而这些客家人,他的组织在河南 河南人是每年的年三十万,一定吃饺子 当这帮难民来到广东,他发现广东人不吃饺子 因为广东人那时候不是北方人,没有这个观念 而我们广东人,而广东人吃的主粮是什么?是米 我们没有面粉的 面食是北方人的 所以这帮客家人发现,得和,我们没有饺子饰 因此他摆了一条桨 就将一块四方的豆腐,割开两边,变成三角形 由三角形里面包了些猪肉馅,就成为一个豆腐饺子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东方豆腐煲 客家人喜欢东坡肉 他煮不到苏东坡的东坡肉,作为煤菜扣肉 这就是万物有灵 每个地方,他的食物,的方法,的食材 有他的渊源,他可以创意 但他想出这样的创意 一定有个古人所感 今时今日,很多人不懂的 一定有什么? 养生的道理 你不要讨论他迷不迷信,是有养生的作用 这种养生的作用对他的身体一定有益 可以继续讨论 但起码,这种养生的作用给他一种胃脊 他吃不到北方的饺子,他吃东坡豆腐煲 他觉得很安乐 没有东坡肉,他吃芋菜扣肉,很舒服 他觉得过年很幸福 所以每一个季节,吃什么东西都有他的道理 我们一路一环一环追上去 道理其实来自哪里呢? 就是日光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太阳 所以太阳有月食有日食不得了 一定有天灾还和 这是科学来的 阳光少了,一定有影响 海啸、地震全部归咎于阳光与多少 风风雨雨亦都是归咎于阳光多少 全部都因为阳光 这件事呢 几千年前,古人已经深深体会他的影响 因此大量的日常用品,不仅是那些装饰品 那时候不是说装饰品,而是日常用品 都要看着太阳去做人 就变了很多符号出来,都是看着太阳做人 可惜很多符号,现在很多人已经忘记了 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几学文 其实不是,是代表了我们中国文化 这点呢,就是为何很多人说要复兴中华文化呢? 原来它是一个这样的历史的长河 到今时今日呢,我们是很多已经忘记了 但如果我们再看回头呢 其实我们是仍然享用了 仍然享用了祖先的智慧 只不过我们辜负了我们的祖先 没有敬佩我们的祖先 没有好好利用我们的祖先这个研究的成果 用于今日,否则我们香港人更加幸福 多谢各位 请观看 请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